吴子嘉董事长就是个内行的 吴欣盈如果不具备资格的话 会被判定这组候选人取消资格 所以到时候取消的不只是取消吴欣盈的资格 连柯文哲选总统的资格也会被取消 因为已经登记了嘛 就是一组一组的概念 没有办法说吴欣盈不行啊 好吧我再找一个 没有办法 所以到时候万一查出来 他还没有完成放弃程序的话 那就是柯文哲被ban掉 然后蓝绿正面对决 就是两组 这个柯文哲有想到吗 他说到时候呢 就是蓝绿两组候选人来打 有崭新的局面出现 会影响到台湾最后的选战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 怎么说呢 这个吴欣盈他有没有双重国籍 过去我们看到有李庆安 有赖佩霞 尤其在李庆安的部分 他那时候坚持他放弃了 放弃了放弃了 讲了好多遍 后来证实他没有放弃 登出来之后一翻两瞪眼 他最后只好辞职 因为他讲的斩钉截铁 那很多人都可能像他一样认为 我已经递交了 我要放弃啊 我都已经交了 我还有什么疑问 你们还怀疑我吗 你看这些都是我交出去的文件 通通丢出来 但有没有完成是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你交出去 跟有没有完成 这是两码姿势 要完成美国政府干了张 对 你现在已经放弃了 那才叫做你不是美国人了 在最后程序没有完成前 不管你交了没 你都还是美国人 因为没有放弃完成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吴欣盈的脸书 刚刚最新的嘛 有没有就讲 我已放弃美国籍 12月5号建真章 因为目前我们看到 按照中选会 12月25号要公告嘛 公告在12月5号之前 会启动审查程序 审查就包括这个部分 包括这个部分 注意哦 我已放弃美国籍 有没有说放弃手续已经完成 或说美国已经回复 我已经放弃完成 我这样是抓他与病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从过去的新闻经验来看 很多人就是死在美国籍的这个 阿炳政府的任内也有官员啊 后来被查出这个美国籍 对不对 后来就只好黯然离开 都说有啊有啊 我有放弃啊 但你有放弃 但你现在还是啊 没有放弃完成嘛 对不对 我稍微强调一下了 因为你原来的话呢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们台湾在1949年的时候 只有两种人啊 不是难民就是穷人啊 就是包含吴家也一样了 拥有美国国籍 一定要申请加入了 你得到这个国籍 本身就是一个立法的过程 那你现在你要放弃的话 也是个立法过程 你只要把这个历程中 证明书拿出来就好了 这个不是一个动作的问题 你讲的问题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对这件事情的话呢 要穷吹猛打呢 因为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台湾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是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区域 你本身来讲的话 你脚底抹好油了 选了总统 包含像赖切的一样 当美国人的阿公的这种情况下 大家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啊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大家稍微做一点严格的要求 是因为我们处境非常特殊啊 对不对 假如说是 因为像以色列 他们不管这个的 因为他们就觉得 他问星嘛 他就不问你的护照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难道大家还不懂 管护照的游戏 这么长的时间 大家哪个人不认得 到了美国就不回来的人 哪个人都认得几个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这个克文哲本身来讲 从来就没有在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他完全不了解 这个事情的话呢 牵扰到层面非常广 你自己本身可以随随便便 但人家基本上的话 如果说才能这样 第一个观感不好 第二个话 你本身就没有下决心 然后你第三个的话呢 你刚刚强调的 这个蓝绿之间对决 跟有没有你在 真的差别很大的 好 所以我们不是说 这个吴欣宇是这个 绝对此刻还是美国人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质疑他 是不是没有放弃完成 这天经地义的 很抱歉 这真的不是你跟 美国政府之间的事 对不对 这是你跟怎样 你跟你选民之间的事 你跟台湾之间的事 如果说你还没有放弃完成 那你选上了这个 这个台湾的这个副总统 说实话有意见 大家是不会同意的 法律上也不被允许 然后柯文哲也是轻描淡写 那柯文哲这样讲 柯文哲现在就推给中央 他当立委 李千元当时也是立委 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因为这样丢了 立委的资格 李千元可能这个是谁 我想线上的 这个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 应该知道 这个事情闹得好大 闹得非常非常大 李千元以前形象多好 他以前的形象多好 得票率多高 口才也学识也是不得了 英文也下下举 他都会弄错 所以你想想看 柯文哲今天一推二六 那外交部也讲话了 外交部长的话 也是轻描淡写 有没有 你们来韩我就查 我们只是协助的角色而已 那现在要启动 审查程序了 会不会真的 12月5号 大家又看到 一个全新的局面 变成这个蓝白对决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那同样是这个白的问题 我问一下这个张英俊 你怎么看 就是这个梁议员的部分 梁议员 这个东西是柯文哲自己丢出来的 那现在呢 他想要翻过这一页 很抱歉 有点困难 他不是11月27号告诉大家吗 有很多骗子 有人开架 你如果愿意当副手的话 最高喊到两亿美元 两亿美元给你 你当副总统 然后他说29号他又说 然后他一讲之后 大家都要开始追 谁谁谁 是郭台铭吗 那看起来只有郭台铭 有这个实力 然后他就开始左讲 右讲 于心商人 季将军 魏先生 骗子前科太多 各种国际骗子都有 然后今天又新的讲法 梁议美金风波 就过去吧 让把这些翻过去 很抱歉 大家真的过不去 翻不过去 对 大家过不去嘛 我看到那个季宪林 大家都信记得都倒霉了 信记得党将军的都倒霉了 然后他 他在讲的时候 他没有讲到是骗子前科 是后来才冒出来 对 这个差别很大 后来发现事情闹大了 发现事情闹大了 你看像他现在也在说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主帅不能签名 我在想这不是常识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